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安 是木耳炒百合 一起动手试试吧 原料 水发木耳50克 鲜百合40克 胡萝卜70克 姜片、蒜末、葱段各少许 调料 盐3克 鸡粉2克 料酒3毫升 生抽4毫升 水淀粉 食用油各食量 做法 将洗净去皮的胡萝卜切成片 洗好的木耳切成小块 制作指导 木耳的根部杂质较多 口感也不好 切的时候应将其彻底清除掉 锅中注入适量清水烧开 加入少许盐 放入胡萝卜片 再倒入切好的木耳 淋入少许食用油 搅匀 煮约一分钟 至食材断生后捞出 沥干水分待用 用油起锅 放入姜片 蒜末 葱段爆香 倒入洗净的百合 翻炒匀 再淋入少许料酒 倒入超煮好的食材 快速翻炒一会儿 至全部食材熟透 转小火 加入盐 鸡粉 淋入生抽 倒入少许水淀粉 翻炒几下 至食材入味 营养分析 百合含有蛋白质 脂肪 淀粉 钙 磷 铁等成分 具有良好的营养滋补之功 此外 百合还含有秋水鲜碱 常食 有养心安神 润肺止咳的功效 关火后 盛出炒好的食材 装在盘中几成